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香港乐坛还处在群星璀碳的时期 四大天王直接横空出世 包揽了乐坛各大奖项 甚至可以说垄断了整个娱乐圈 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力单拿出来 都不是现在所谓的流量明星能比拟的 本期我们就一起听听他们的成名曲吧 刘德华虽然是四大天王之中出道最早的一位 可他在进军歌坛时却遭遇了失败 直到他演唱了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才得以在乐坛站稳脚跟 这首刘德华的成名作 在他深情嗓音的演唱之下 一经发布却红遍了全国大街小巷 从来爱是没有借口 没有任何愧疚 你的一切 永远将会是我所有 如果你是我的专措 让他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最梦的人 我为你在等候 总在刹那间 有一些了解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就在一转眼 发现你的脸 已经陌生 不会再想从前 我的世界 开始下雪 冷的容 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 可以说是四大天王中唱歌最好的 当年他的一首《问别》 不仅打破了无数销量纪录 影响力还冲出亚洲 红遍了全球 我看你问别 在无人的情 让风吹笑我们的剧眼 我看你问别 在狂乱的夜 我的心 等着雲天收音 风吹得如何唱 一个情欢仰花 多想照人陪我光 有着亚洲舞王之称的郭富城 他那火力四射的舞蹈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者 一首《对你爱不完》 还让他在乐坛爆哄 《对你爱爱爱不完》 我可以天天念念念念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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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四四天天 谢谢去面对 《对你爱爱爱不完》 相爱缘分 总是这么难 作为万千少女梦中情人的黎明 她风吐翩翩的气质 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就是她的经典 其中她那温润如玉的嗓音 一开口别提都好听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